开箱电烙去 这俩都是正典原则的T100啊 我橱窗里有 为啥我没有详细介绍呢 因为我这款是老款的 一年前我做过开箱视频 后来就变成新款了 就是这样的 今天咱们就详细看一下它怎么使用 新老款有啥区别 看一下标配的都有什么东西啊 电源线焊台手柄 一个烙铁头烙铁架 主要区别有两点啊 第一就是焊比不一样 然后后边这个电源收入不一样 咱们先看焊比 老款是这样的 新款呢就更细 这真正能叫焊比啊 就跟比差不多 然后烙铁头呢 更换方式很简单 新款就直接拔出来 再换一个就行了 老款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拧掉 然后再把这个拔掉 大家看到视频中 我经常用这个大马蹄烙铁头 大马蹄烙铁头的话 插上去之后 这个呢 你就套不上去了 所以说我用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样用的啊 没有套过这个 新款的话 就直接把这个插进去就行了 另外这个大马蹄 插上去吧 还可以啊 基本上没有晃动的 还可以 假如用这种的话 它就容易晃动啊 这种铲型的烙铁头 因为前面沉嘛 沉的话 很容易在里边 你看 不太好操作 假如用这个新款的话 它这个比较紧 插到底 它就比较好操作啊 比较紧 再看后边啊 后边区别就是这个 外部输入这个端口 老款是DC口 新款是TypeC口的 这边交流收入这边都完全一样啊 它把新口就更方便了 这个支持你到户外用的 比如说你用充电宝给它供电 这个都可以的 但是这个也可以 只不过你得用个转接头 转接一下才行 下面看操作啊 其实很简单啊 先把这里加点水 烙铁头插进去啊 插到底 我这上插了点焊锡 大概八秒钟左右 它就能把锡划开 看好啊 我开 设定是350度嘛 你看冒烟了吗 很快 你看 换了吧 咱们看一下怎么操作啊 现在其实是休眠中 这栋手柄就可以唤醒 把这个手柄拿起来 它就唤醒了 预设有三个快捷温度啊 往下按 这现在不是350吗 按一下变成450了 再按一下变成200了 再按一下变成350了 它就预设有 假如你想调到400 那你就350往上调 就调这样调到400了 进入菜单怎么进呢 就双击就往下快速的按两下 按两下进入菜单 然后电压信息进去 插220V电呢 它就会显示25.2V 插充电宝啥的 它会显示另外的电压啊 温度不进进去之后 它是你拧一下 它是以10往上不进的 你可以调啊 默认就是10 这个一般不用调 休眠温度默认是200度 休眠时间 这个也可以调 默认是三分钟 然后待机时间 默认也是三分钟 它是先休眠 休眠之后呢 你还不动它 过三分钟之后 它就待机 微度微调 这个不用调啊 然后自动关机功能 这个可以选择默认是开启的 风明器 你把它默认是开的 关的话 它就没有刚才这个滴滴响了 参数选择 这个也是默认就可以了 参数效准 这个需要专业仪器 所以说咱们也不需要效准 语言选择 这个默认中文 然后恢复出场 然后版本信息 然后就没了 退出操作性简单的 我这个是快进了 它三分钟之后是休眠 休眠又过三分钟 它就待机 然后温度待机过程中 温度小于50度 它就关机了 你看五四三二一 然后它就关了 关了之后 你这栋手柄呢 它还能唤醒 看着我拿起手柄 它就自动开机了 看现在啊 220V绑了 用的是充电器 这个充电器 65瓦的快充 这时候的功率能达到50瓦 看使用是没问题的 假如用220V收入的话 它最高功率是72瓦 现在供电呢 又换成这个支持 PT快充的充电宝 它配套的 它家也有 这个呢 也能挡到50瓦 这个适合户外使用 现在我把它换成大马蹄头了 这是支持的 因为这个大马蹄头 还有这个产型头 是不是在它家买的 是在市面上买的 这个是完全支持的 有的朋友问我支不支持 我给他说先便买 我试完再给他说 看来是支持的 具体这个啥价格呢 因为套餐不一样 价格是不一样的 双十一期间 优惠力度很大 大家可以点开链接去看一下 好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